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近年来积极的拼新经济 今年再推出了最美星空的系列活动 从6月1号开始 在全县各乡镇市规划六场次的星空音乐会 县长饶庆林表示 除了星空音乐会之外 今年的暑假也将有八场次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希望有相互发挥的加成效应 也邀请更多的游客来到台东 一起欣赏体会台东最美的景色 我们来让媒体捕捉一下 到时候我们会怎么躺呢 其实就是这样子轻轻松松 自自在在让我们画面捕捉一下 我到时候也要这样子轻松自在舒服 县长与各地方首长及医员们一同坐在椅子上 模拟在户外看星星的样子 台东县政府积极推广新经济 10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 宣布今年台东县最美星空系列活动 活动自6月1号起 将在全县6个地点办理星空音乐会 同时也招揽星空导览员 要让到访的民众可以了解相关的星空故事 2 1 6月1号首长时空 1月份就在我们时尚 莫拉大道 康德他讲过 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事 会震撼人心 一件事就是你遵循的道德原则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抬头仰望星空 你会深深的感到大自然的奥妙 我觉得台东的星空真的非常的美丽 我们今年星空音乐会总共有6场 我们也特别规划出不同的乐团 来搭配我们的主题星空 那我们现在这6场要跟各位报告 今天这几个香肠都到了 也分别都有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听音乐看星星的方式 我们在长宾打算要请各位躺马路看星星 我们在关山清水公园要给各位 躺在草皮上看星星听音乐 希望把台东的夜晚 推销给喜欢台东的朋友们 县长积极推动台东最美星空 希望借由音乐会及星空导览 可以吸引更多民众到访台东 再加上热气球的加持 让旅客移到台东 白天可以看热气球晚上赏星空 享受最好的旅游品质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道